尤克里里谱上带弧线 你都知道怎么弹吗 有很多同学问 尤克里里谱子上面 这些带弧线的是什么意思 好 我们先来说一下第一种 像这种两个相同的音 被一条弧线连起来了 这个叫做延音线 它的意思是两个音的食指会加在一起 把两个音连成了一个音 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弹的时候 可以把第二拍当做一个空 就是不要弹它就可以了 我们来弹一遍 空 空 好 我们再来讲第二个 它的弧线上面写了个P 字母P它是指的是勾弦技巧的意思 像这两个音 我们在弹的时候 我们右手先正常的弹响它的第一个音 然后第二个音 我们是不需要用右手去弹的 是要用我们的左手去把它勾响 我们来示范一下 好 我们来连贯起来 好 继续第三个 弧线上面写了一个H 字母H它是代表积弦技巧的意思 它跟勾弦也差不多是一样的 也是先我们右手先弹响第一个音 然后第二个音需要我们的左手去把它积响 我们来试一下 好 机弦的时候 我们的左手一定要干脆利落 好 继续最后一个 弧线上面有S 字母S它是代表滑弦技巧的意思 也跟前面两种差不多一样的 也是我们的右手先弹响第一个音 然后第二个音是要通过我们的左手去滑弦发出来的声音 我们来试一下 滑弦的时候注意我们的左手是不能离开琴弦的 一定是要靠着琴弦上面滑过去 你说过了吗